花蓮縣讀金學會主辦 花蓮縣第18屆讀金會考 經典同行邁向18 即將在11月19號 在花蓮縣立體育館盛大舉行 而讀金會考的活動 響應花蓮縣府文化深層扎根的教育政策 也期盼啟發兒童的無窮潛能 曝明通過會考 除了有最高6000元的勤學獎勵金 還能夠免費闖關獲得獎品 要邀請親子們一同參與 共享讀金的樂趣 推廣中華文化深耕讀金教育 由花蓮縣讀金學會主辦 花蓮縣第18屆讀金會考 經典同行邁向18 即將於11月19日 在花蓮縣立體育館盛大舉行 幼兒時期是奠定優良品格的基石 求知欲旺盛 學習速度快 花蓮縣讀金學會總幹事吳田妹 邀請家長和小朋友 4日上午在推動讀金教育 不遺餘力的花蓮縣北昌國小 分享讀金成果 我們學校在推動讀金的部分 除了每個禮拜五都會有 讀金闖關的檢核之外 我們也有申請花蓮縣讀金學會的 讀金樂陶陶經典闖關的活動 那這次第18屆讀金會考 即將要展開 那我們也鼓勵班上的小朋友 鼓勵老師鼓勵家長 能夠一起來支持 讓小朋友來參加這麼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希望他們在第18屆的讀金會考 可以勇躍來報名參加 讓他們可以一年比一年有進步來做闖關 那我們學校也會用鼓勵的方式鼓勵小朋友報名 然後統計各班報名最多的小朋友會來做獎勵的部分 希望用獎勵帶領小朋友進入經典的這個領域 讓他們對於中國傳統的文學有更親密的接觸 能夠從小與經典同行 對他以後有很大的注意 讀金協會推動讀金交易今年邁入第18年 那很不簡單的就是一定要有一群眾志成城的志工夥伴 更重要的是很感謝我們花蓮縣政府及花蓮教育處 還有我們所有學校的校長、主任、老師及所有的家長 一起來對這件事情的重視 我們都懂得教孩子來儲蓄 來儲存我們的零用錢 那我們何不教孩子將每一天重要好的知識 儲存在我們的腦袋裡面 而且這是帶得走的財富 一生終生受用之 那也將孩子引領在尤其在國高中 到了初社會之後這些的經典 我們希望他們每一位的孩子們都是滿腹精淪 而且出口都成章 那也更祝福這些孩子們在經典的陶冶之下 書有詩書自棄滑 希望他們在經典的引領裡面找到人生的方向 在叩門問學的過程中才不會迷失了自己 這也是聖賢經典給我們最棒的一個引導師 讀見會考活動響應華林憲佛文化生成扎根教育政策 為鼓勵學子踴躍參與 報名並通過會考 可獲得最高6000元勤學獎勵金 活動當天參加系列愛讀金闖關活動 還能獲得獎品 報名截止至25日 期盼啟發兒童無窮潛能 培養學生學習興趣 奠定重要的人格基礎 傳承民主文化智慧 更歡迎親子一同參與 共享讀金的樂趣 記者長幫念華林氏報導 請看見華林氏報導